南韓女團5050 憑藉一首Cupid的爆紅 締造中小型公司的奇蹟 沒想到去年卻與經濟公司爆發合約糾紛 所以我只剩下成員Kina 留在公司繼續發展 最後經濟公司宣布將打造5050第二期 並在新加坡、日本、泰國等地展開了海選活動 吸引過萬人參加 進入YouTube頻道 Always Stop 公開了5050新成員招募進度 據悉目前成員數 預計是5-7人 確定出道的成員有5人 且都是韓籍 年齡增落在16-19歲之間 計劃在6月發行新曲出道 為了減輕大姐Kina的負擔 將以沒有隊長的行事活動 經濟公司的全紅軍代表在採訪中透露 正在努力為成員們上品的課程 為了鼓勵孩子們多看書 他還送了不少書本給成員們 全代表也透露 公司正在盡全力培育他們 承諾會用真正有實力的成員 演繹帥氣的風格與歌曲